眼前这个虚弱的老头 已经玩了整整一夜的老虎鸡 可是已经身无分文的他 还在幻想着赌博鸡上面的一万元大奖 然而就在不久前 他还是一个拒绝赌博的优秀市民 哪怕妻子拿出一块钱想去试试水 都会被男人直接大骂一顿 他生死力竭地告诉妻子 这种东西一旦粘上就会倾家荡产 你有时间在这里玩这个 不如拿上一把硬币丢在大街上 妻子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他尴尬地向男人保证 自己以后肯定不会再提这种事情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个赌鬼却突然拽住了男人 他崩溃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好运 已经输了整整一个晚上 然后赌鬼就把最后的一枚硬币 直接塞进了老虎鸡的口中 等着男人亲自来按下开关 男人看着机器一脸的猛逼 他根本不想去沾手这些赌博的机器 可想一想 毕竟本钱也不是自己的 于是男人狠狠心直接拉动了摇杆 随之机器上面的图案也开始转动 男人惊讶地看着机器上面的数字 他简直不可思议 自己竟然中了一个五等奖 男人拿着得到的十块钱 兴奋地和妻子讲道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见好就收 不然我们就会被这个机器迷惑 随后两人便赶紧回到房间 可是本以为事情就会这样结束 然而男人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他的耳边一直出现着老虎鸡的音乐 然后他又看向自己赢的十块钱 也突然变成了二十 然后一扭头又变成了三十块钱 男人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欲望 他偷偷地起身准备前往赌场 可妻子却在这时突然醒了过来 他询问男人是不是想去赌博 可要面子的男人怎么会承认 他和妻子说道 刚才赢的钱都是不义之财 所以我必须全部花掉才行 绝对不能让这些钱影响我的品格 随后男人便来到了机器面前 然而这一次 老天没有再次眷顾这个男人 他的十枚硬币早就已经用完 而且他为了赢回输掉的硬币 甚至开始进行贷款 妻子不放心地劝说道男人 你已经玩了三个小时了 我们赶紧回去吧 然而此时的男人已经完全上头 他根本听不进去妻子的劝告 甚至认为自己一直输钱的原因 是因为妻子在背后一直唠叨 他一遍又一遍地拉动着摇杆 疯狂地看着机器上面的数字 不过每次他都是差一点点 很快男人的欠款已经到达了十几万 而这时男人也已经精疲力尽 但他还并不打算放弃 他发疯一样地指着机器上面的广告标语 那可是一万块钱奖金 我再玩一次就可以翻盘 再玩最后一次 很快时间就已经到了早上 男人已经玩了整整一夜 妻子无奈地站在他的身后 看着男人的样子 他没有任何办法 而这时 男人把最后的一枚硬币投进机器后 机器却在这时突然坏地 他用力地拉动摇杆 可摇杆却被卡住一动不动 他崩溃地将机器推倒在地 大喊着是这个机器把他骗了 众人见此 赶紧就把男人送回房间 然而此时的男人已经快要封掉 他的耳边不断出现着机器的声音 而且还出现了幻觉 他随着声音一开门 就发现了机器向他找来 男人吓得东斗西藏 妻子在一旁焦急地询问男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男人的眼里却看到 机器逐步向他走来 而一个不注意 竟然直接从窗户上面掉了下去 就这样 一个从来都不赌博的人 却因此丢掉了性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